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说 蓝电霸王龙被誉为攻击最强的兽武魂 他在兽武魂中的地位就相当于荣荣的七宝琉璃塔在辅助系武魂中一样 他们那个队长难道就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 除了蓝电霸王龙家族 我还没听说过哪里有蓝电霸王龙魂尸的存在 这个黄豆组合的背景真是大的吓人 不仅正副队长玄武龟也是与蓝电霸王龙齐名的武魂 在防御类武魂中也是顶尖的存在 至于这个碧灵蛇魂尸 他让我想到了一个人 弗兰德 你还记得他吗 碧灵蛇 你是说 我说的就是他 碧灵蛇武魂在大陆上和几大家族的武魂一样 属于西游武魂 呃 院长 大师 你们说的究竟是谁啊 拥有该武魂的魂尸中 只有一名文明魂尸剑 他被称为碧灵痘罗 你说的是那位号称独霸天下 最难缠的碧灵痘罗 除此以外别无他人 而黄豆战队的副队长 也跟那位碧灵痘罗一样 负姓独孤 老师 对方的碧灵蛇魂尸 既然是控制起的 那他究竟是凭借什么来控制的呢 以蛇为武魂 似乎并不擅长控制 毒 毒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还真的有机会战胜他们 小三 不要轻敌 奥斯卡的解毒小蜡肠只是第二魂换剂 恐怕挡不住碧灵蛇的毒 是 老师 大师 我能不能提个意见 你说吧 在斗魂的时候 我们的首要目标 一定要放在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尸身上 为什么 九星海棠这个武魂我知道 它的能力只有一种 范围性全体治疗 范围性全体治疗 治疗程度随魂尸心意控制 等级越高 魂环越多 用来治疗的魂力就越多 我爸爸说过 有九星海棠回尸在 就算想死都不容易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组合 我们能赢 木白 小傲 胖子 小五 蓉蓉 朱青 你们忘记了吗 我们已经拥有了27连胜的成绩 试问我们哪一场战斗 不是靠着战胜强大的对手所取得的胜利 我们有着木白顶级的强攻系武魂 有着小傲的持续战斗能力支持 还有胖子顶级的变异兽武魂 和小五那神奇的柔技 蓉蓉 难道你认为自己的七宝琉璃塔 就比不上九星海棠吗 还有朱青 你的速度是我见过同等集中 免弓系魂势力最快的 对方虽然强大 难道我们就弱小吗 如果我们连必胜的信心都失去 又何必参加这场斗魂 小三 你说的没错 我们史莱克机关 从来不害怕任何人 对 史莱克机关必胜 对 史莱克机关必胜 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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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 今晚斗魂场会给我们 安排什么样的对手呢 什么对手都没有 根本没人能抗衡我们 还有 玲玲 我们要是受伤了 你可要第一个治疗我 老师 老师 这一次你们恐怕是要遇到对手了 这是你们今晚的对手 史莱克七怪战队 队员七人 铁斗魂回章 他们的积分已经达到了银斗魂水准 索托大斗魂场已经决定提前授予他们银斗魂资格 正好用来向你们挑战 提前授予银斗魂资格 索托大斗魂场已经没有能打的银斗魂团队了吗 不可大一轻敌 史莱克七怪此前曾赢过狂战队 狂战队 他们怎么做到的 关键就在于这个人 蓝银草魂师 另外七宝琉璃塔魂师也需要注意 这个队长也值得关注 若非实力出众不可能成为队长 这场斗魂必然不会轻易获胜 还有一点是我对你们的要求 无论这场斗魂的胜负如何 你们不许伤残对手 燕子尤其是你 如果对方中了你的毒 斗魂结束后立刻给他们解毒 为什么 等到斗魂结束之后 我会告诉你的 好 很容易 热门 各位队宾 我就是今晚团战斗魂主持人 兜兜 下面 就有请双方队员上场啊 你快看 快看 死发绿猛 这个世界存在这样的眼睛和发色吗 不愧是主斗魂场 气派就是大 这里是锁托城最高规格的斗魂场 斗魂台直径长达七十年 观众席足以容纳两万名观众 之所以是复古的古代斗术场风格 这是向远古时期的斗士们致敬 你认识对方的领队吗 等到武魂结束再告诉你 这家伙不好对付 双方战队注意 双方战队注意 现在开始 你们有一分钟 召唤出自己武魂的时间 当我宣布开始时 方可攻击 直到一方认输 全部倒下 或者跌下斗魂台 即为比赛结束 现在 释放你们的武魂发 释放你们的武魂发 在主持人居里的敌务 某家伙措战队 在这一大套 在主持人居里的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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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想想要弄了 鬼子 快 快 快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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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难道就是 长见识了吧 这个就是天下第三种族 蓝电霸王龙的独有武魂 蓝电霸王龙 蓝电霸王龙是顶级武魂 而且跟其他武魂不同 蓝电霸王龙所能获得的魂环 必须是亚龙中的魂兽才行 这意味着 他的魂迹也极为强大 老实说过 蓝电霸王龙魂师 被誉为同等级中 最恐怖的强攻系魂师 看来跟预料的一样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自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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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 动魂 开始 第一魂计 白虎护身杖 全部两黄一紫的最佳魂配置 带来的压力是无与伦比的 不论在武魂质量还是在魂魂配置上 这一次史莱克七怪都已经处于全面下风 而这却是他们在面对其他斗魂团队时优势的地方 优势变为劣势 小三 你准备怎么做 我的气势被他们俩正面枪行挡住了 无法对他们身后的其他黄斗战队队员产生压迫力 先解决两个 松下去了 上面 是算了 还想不到玄武归武魂这么几日 你中计了 第一魂计 雷霆龙爪 糟了 在空中看你往哪里躲 荀 baj 作弘 作弘 子 咨 杤 杤 侮 vog 终继的 是你